Hello,今天想講兩宗歐洲和中國的新聞 歐洲和中國的新聞兩宗 第一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關於瑞典 中國旅客的事件成為了國際外交風波 話說有一家人中國旅客去瑞典旅遊 一個男人帶著他年老的父母去到一間酒店 據說他們就預約錯了酒店的日子 預約了遲一天 他們就早一天去到 經交涉之後 其實不是酒店 那些Hogs到來 就容許他們在大堂休息 一晚 買一晚就送一晚 不過那一晚就在酒店大堂給他休息 然後這個男人就不知為什麼走來走去 在外面就遇到一個聲稱中國的女留學生 但是有內地媒體就說其實是他太太 就帶他回去 酒店就覺得這樣並不恰當 就驅趕走 在驅趕走的過程裡面 最初就說他們是暴力對待 但是後來路人的影片就看到他們是碰瓷黨 還沒碰到他們就跌了地 就是他們是厲害的利馬 他們的插水功夫 然後大聲喊 Jio Ming Jio Ming 反正就是鬧劇一場 然後他們的公辭 跟中國的內媒說 就說丟下他的墳墳 但是歐洲瑞典人的說法就是 丟下他的一間教堂門口 這間教堂是24小時開放 而教堂附近是有地鐵站 教堂門口當然是有墓碑 所以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在內媒的慣常手法 就是將那些中國人無論如何 描述成為受害者 將非中國人或者敵對陣營的人士 描述為加害者 就算一國兩制之下 大家又記得幾年前 在旺角 有一個家長帶著小朋友在地上去撒尿 撒市還是撒尿 whatever 然後有路人拍下他 譴責他 最後不讓他們走 要報警 但是內媒的描述就說 他偷拍女生的私處 又說他是有用尿布的 又說是有抹翻的 但是 據當時很多路人的說法 就並沒有這些事 什麼抹翻 尿布都是指去烏油的 所以 同一個新聞有不同的angle 這個在自由社會是很常見的 所以我們要容許不同的政治立場的報章 左右紅藍綠 但是在中國的國情之下 所有媒體都是姓黨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很難做到 所以這個是 此其一要講的 此其二要講的是在瑞士 當然了 那些人搞錯了 瑞典和瑞士的提外華 在瑞士又發生了另一宗新聞 就是剛好 就是 其實本來很小事的 但是因為瑞典那件事太近了 就令人很關注 那麼 有兩個亞裔遊客 去玩天鵝在一個公園 玩天鵝 那麼 就是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說他是韓國人 不是中國人 後來不是 我聽了一些 就是講普通話 有人說韓文在後面 但是就不是那個 影片人士 影片人士是講普通話 當然在內地有網民說 講普通話不一定是中國人 當然了 講普通話有機會是新加坡人 但是 十三億人口和五百萬人口 機會率的問題 但是口音似乎是中國北方口音 那麼 就是有兩個版本 現在一個版本 就是台媒說他用鈔票 去鬥那隻 就是鬥那隻 玩天鵝 然後呢 被天鵝擔了 另外一個女人就 握緊天鵝的頸 然後就搶回來 那麼很多西方人士 或者很多人看到之後都不安 虐待動物 不是那麼好 不是啊 內媒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是搶救天鵝 怕他擔了一張紙巾吞了 是會造成危險 然後呢 哇 一個女士在千鈞一發之際 手握天鵝的頸喉 救他一命 那麼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同一宗新聞 就是你有不同的angle去看 是多重要呢 那麼最後要講的就是 瑞典那件事 爆發了出來之後 就是有電視台 瑞典就是 就是拍了一個片 去嘲諷中國遊客 那麼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辱華 就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就看到我沒有什麼感受 因為他說的話 我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的 我不會吃飯的時候 我會吃飯的時候 我也不會隨地吐痰 也不會大聲圈蛙 就是在我身上是不會有的 但是問題是他是不是辱華呢 嘲諷一個民族的民族性 是不是代表侮辱那個民族呢 關鍵是否用一個全稱 什麼叫全稱呢 如果說 所有英國人都是豬 那麼這個肯定是discrimination 這個就不是一個嘲諷 這是一個攻擊 如果我說 所有美國人都是什麼什麼什麼 所有黑人都是什麼什麼 所有伊斯蘭教的人都是什麼什麼 那麼這種呢 就是一種discrimination 當然是歐洲是犯法的 但是不是啊 你在美國經常有些人拍一些片 是說美國自己的民族 啊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在歐洲經常有些片 都是這麼說 他們的民族性是如何 當然是用誇張的手法 我們都知道他不是說全部 比如說 大家記得 可能很多人都不記得 我就記得了 在當年 日韓世界盃的時候 有一個是 羅伯道卡路斯的廣告 他是射罰球 真的很出名的 當他砍了罰球的時候 之前呢 他就鞠躬 和日本人鞠躬 那麼日本人鞠躬 是他們的民族性 全部一起鞠躬 包括龍門村口能活都鞠躬 他們的手紀律 黑板啊 有些愚蠢啊 這樣的情況 但是 是不是代表 真的在侮辱日本人呢 他不是嘛 其實是在嘲弄一種民族性的 所以 就是 將那些事情 不要看得太認真 還有 柏洋都說得對 每個民族都有醜陋的一面 我們就要擁抱自己的醜陋的一面 去改善他 別人嘲諷你醜陋的一面 你就錯則改之 就無則加阿免 那不是的 他說 嘲諷我們 我們就要抵制他 那麼這是一個什麼邏輯 有些人說抵制二家家司 瑞典抵制 那麼第一 他是一個電視台 你就抵制他電視台 你不看他就可以了 你沒有必要抵制瑞典政府 因為瑞典是一個言論自由國家 電視台和政府是兩件事 政府控制不了電視台的言論 那麼你抵制瑞典政府 你做什麼呢 還要抵制現在家司又做什麼呢 就是九五大八個 譬如說中國人做錯事 我們抵制這個 小米 抵制騰訊 那麼你其實是九五大八個 一人做事一人當的 是不是 那麼你為什麼要抵制瑞典呢 肉園呢 為什麼要抵制現在家司呢 那麼現在有些人就說 嘩瑞士 就是肉圓 瑞士的媒體大肆圈染 說中國人是虐待動物 要抵制瑞士 那麼我準備好抵制瑞士 就是我準備抵制江斯丹頓 準備抵制努力士 挑途 八爵這些 我想抵制他們很久 那麼我決定由今開始抵制這幾隻標 但是 從這件事情去反省一下 中國人的邏輯 和世界的邏輯 為什麼經常都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所以學懂邏輯 首先你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首先你在一個中國人之前 你首先是一個理性的人 首先你在一個理性的人之前 首先你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而存在的人 首先我們是一個人 首先我們是一個基本品德的人 這個才是首先的首先